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清朝时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已经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在清朝早期 鼻烟和鼻烟盒 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故宫鼓浪与外国文物馆的展厅中 就展出了许多精美的鼻烟盒 那么 以鼻烟为代表的外国药物 是如何在清朝宫廷及贵族当中流行起来的 而作为鼻烟和药油容器的 西洋鼻烟盒和玻璃器皿 又是如何传进中国 并与中国的传统工艺 发生碰撞和融合的呢 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古浪域上 有一座西洋风格的建筑 这里曾经是鼻烟于旧式医院和护士学校的旧址 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从2014年11月开始 厦门市政府和故宫博物院 对这座历史悠久的西方建筑 进行了维修和改造 使它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 这就是故宫古浪域外国文物馆 此次开馆的首展呢 这个龙武我们一共是展出了219件 它一共是分了六个部分 也就是六个单元在展示 龙武来源 科技典范 万国瓷风 生活韵质 典雅陈设 还有一个异国情调 展品的品类也是非常丰富的 那是这些呢 文物呢 主要是展现了就是当时的那些国家 和地区的一个文化的风貌 同时呢 这些文物呢 也映射出当时中国与这些文物的所属国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各方面交流 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盛况 在故宫古浪域外国文物馆中 展出了许多清朝时期西方人 带到中国的日常用品 正是他们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多了一丝抑郁风情 而在众多历史悠久的生活用具中 鼻烟盒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类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鼻烟盒是艺术品 而不是生活用品 因为鼻烟早已退出了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在清代 西鼻烟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 就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 有一天 贾宝玉的丫鬟情文生病了 又是头疼又是鼻色 症状和我们今天说的感冒非常相似 宝玉看见情文这么难受 就让另外一个丫鬟射月拿点鼻烟来 射月赶紧取来一个扁扁的小盒子 宝玉接过小盒子 打开之后递到情文面前 情文用指甲挑了一些粉末 闻了闻 不一会儿连打几个喷嚏 鼻色就这样好了 那么鼻烟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能缓解鼻色的症状呢 原来鼻烟是一种经过加工的烟草 据说它最早是由意大利人利玛窦 献给明朝万历皇帝的 刚传进中国的时候 鼻烟的价格非常昂贵 另一方面是因为烟草的稀缺 另一方面也和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分不开 在制作鼻烟的时候 人们首先要把烟草研磨得非常细 然后再加入名贵的香料和冰片 薄荷等珍贵药材 混合之后倒进腊丸中密封 最后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陈化 鼻烟才算制成 由于气味醇厚 辛辣 还有一股诱人的芳香 鼻烟被当时的中国人看作是一种药 用于医治感冒 驱除风寒 提神醒脑 消除疲劳 深受人们的欢迎 据史料记载 康熙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八四年 康熙皇帝在第一次南巡途中 见到了两个西方人 西方人向康熙皇帝敬献了很多贡礼 但康熙皇帝却只留下了其中的鼻烟 把其他礼品都退了回去 可见康熙皇帝对鼻烟的喜爱 事实上 清朝皇帝对西方传来的药物 一直都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比如康熙皇帝就用西方传来的 金基纳 治好了自己的瘧疾 光绪皇帝也使用过美国生产的头痛药膏 故宫古浪与外国文物馆就展出了 光绪皇帝使用过的药膏 洗药 甚至连膏药都贴到了他的太阳穴上 建此情形下 袁世凯就进献了这一款头痛药膏 当年也是没有用完 现在故宫博物院存有三件 我们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件 除了药膏之外 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着很多外国的药油 比如用于消肿止痛的冰片油 煮至胃寒通胀的冰箱油和檀香油等等 在故宫古浪与外国文物馆的展厅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药油有的已经使用过 有的至今都没有拆封 外国人将鼻烟 药油和药膏 带进了中国 也同样带来了盛放药物的容器 其中用来盛放鼻烟的鼻烟盒 是最引人注目的 那么鼻烟盒都有哪些作用 它们为什么会那么珍贵呢 在当时 烟草非常昂贵 只有上流阶层才能消费 为了防止烟草水分蒸发 保持烟草新鲜 欧洲的贵族都用形状小巧 材质昂贵 做工精湛的鼻烟盒来保存鼻烟 那么如此珍贵的鼻烟盒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在故宫古浪与外国文物馆中 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精美的鼻烟盒 这些鼻烟盒几乎都是西方人 进献给清朝皇帝的礼品 或是通过中外贸易 进入紫禁城的珍丸 其中最精美的当属这一件 同胎化发廊嵌珠椭圆盒 鼻烟盒外表覆盖着蓝色半透明发廊 盒盖上镶嵌了一圈珍珠 盒盖正中则画着中国风格的建筑和风景 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然而鼻烟虽然深受中国人的欢迎 鼻烟盒却并没有在中国流行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鼻烟盒打开的时候 很容易让鼻烟走味 轻工造版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专门设计制作了密封信号 便于携带的鼻烟壶 此后鼻烟壶便代替鼻烟盒 成为中国人用来盛放鼻烟的容器 而欧洲传来的鼻烟盒 则更多地成为宫廷里的收藏 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对鼻烟盒 可能还很陌生 那么在西方人向清朝皇帝 尽献的珍贵礼品当中 另一种用具则让今天的人们非常熟悉 这就是花样繁多的玻璃器皿 那么现代人眼中最普通的玻璃碗和玻璃瓶 为什么会成为紫禁城的珍藏 为了仿制西洋的玻璃 康熙皇帝还做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举 我根本就一直推不进去 从小课以来 我跟其他一种之后 你回头预充的转费 那肯衣的玻璃 是一种的事 还记得是一个很大的 的玻璃的被弃 和玻璃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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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